好,那请各位看前面的画面 这是我们写出来的一个 算是,也算蛮小的程式 主要我写了一个函数叫InnerTest 它用来取得两个字串所夹住的 那个字串,那先不看它里面 怎么写,我们先看它怎么用 它的用法是,像我这样子宣告了 那个SML字串,直接宣告在程式里面 那宣告在程式里面,接下来呢 我宣告几个空间 资源空间,字串空间 可以让我取出那些栏位的时候 把字放进去的 那接下来我就把这整个 SML字串里面的Name栏位取出来 怎么取呢 用Name等于分号去夹 然后呢,再用下一个分号去夹 这两个夹出来就会把名字这一段夹出来 OK,这样子我就可以夹出名字 然后再来呢,这个Sales也是一样 用Sales等于分号去夹 这个不叫分号,这个应该叫什么 Quote 就是等于这个双引号去夹 然后再用双引号去夹结尾 这样夹出来 那同样的年龄的部分,因为它是放在两个H的中间 所以我就用两个H把它夹出来就好了 这样子印出来的结果会是Name等于层中层,Sales等于男,H等于43,H等于金本线 那这个程式,各位C元应该学很久了 所以各位应该要有能力写出这样的程式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的是直接把字串签在,签在程式里面去夹 那我也可以把字串从档案读出来,然后再去夹 但是我读的时候呢,要注意一点就是 我们的编码必须要编成BIGFI 也就是我那个档案你要先存成BIGFI的 也就是NC的格式 否则的话,如果我是unicode,我夹出来的东西 我直接把它印到萤幕上,它会变乱吧 因为我们的萤幕在这个命令上面所显示的是BIGFI,不是unicode 所以你把unicode东西的码直接丢上来,它变乱吧 除非你再转一遍 为了避免再转一遍,直接用BIGFI存 然后encoding上面就直接写BIGFI就好了 好,这是SML的标准格式 就是BIGFI的做法 好,那你这样子读写会比较简单 就是说相对的比你用unicode还得再转一遍就更简单 那unicode再转BIGFI呢 那个程式你得再去找 得再去引用函事库会比较复杂 那你直接把它印出来当然是不行 但是你可以印出它的码当然也是可以 可是这样其实不是很好用 那执行的结果会像这样 我FileInnerTest,这是我的程式 ccc.bigfi.sml,是我输入的sml 那它就会输出说档名,然后呢 取得的栏位名称,这些都输出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把这两个程式拿去执行看看 让人确定你了解这种字串处理的过程 ok,那我的夹法呢 这里说明一下,我的夹法 第一个,我用strstr,就是找子字串的部分 去从ptext里面夹出begin mark begin mark就是那个第一个字串头的那部分 就是说我们想要夹的第一个,第一个用来夹的那个夹子 那夹子有两端嘛,这是夹子的前端 那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找到的话,就夹不出来了 所以就传回诺耳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那个位置移到那个已经夹到的那个字串的尾巴 然后再继续去比对下一个,这时候一样再用strstr去找下一个位置 那如果呢,没找到,那又是要传回诺耳 只有两个都找到的时候才会夹成功 那两个都找到的时候呢,夹成功了你就算出它的长度 算出它的长度,你接下来把它copy出来 把那一段字串copy出来 当然C元的字串是用,是用那个斜线0当结尾 就是ASCII的0当结尾 所以你要把ASCII的0补在这个字串的后面 这样子才有结尾,不然它会一直印就down掉 那所以就这样子,这个函数在两个版本里面都没有变 那唯一有变的是,一个是从档案读取 一个是直接把字串写在程式里面 这是主要的差别是在这里 直接把字串程式写在程式里面 还是从档案读取 那请各位看懂这个程式 先看一下,有任何问题现在就可以问了 那这个是属于我们语言处理技术里面比较知为莫解 但是我相信各位可能反而从这边 你会学到比较多实作的东西 如果C元这个写不出来的话 各位出去工作会有很大问题 好